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被选为太空生命实验的研究对象呢 尼南界有名阿拉伯界 鼠尔界 阿拉伯草 是一种原生于欧洲 中亚 西南亚至北非一带的小型开花植物 它在生物实验界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堪称植物界的所影 是科学家们最喜欢研究的魔式植物之一 很多植物科学的研究都是先以以尼南界为对象进行研究 再向其他物种推广 那啥是魔式植物 生长周期短 基因组小便于研究 在研究的时候更容易排除干扰因素 这种植物就可以称为魔式植物 尼南界刚好满足以上的所有条件 它生长极快 在几周内就能够完成一个生命周期 而且它是一种自花受盆的植物 能够保证遗传的稳定性 它的个体也很小 不沾垫 可以大量繁殖 植物结构十分简单 便于解剖观察 简直就是天选之菜 那么在太空当中生活了快三个月的尼南界和水道 目前情况如何呢? 航天老师刘洋跟陈栋给同学们全面展示两种作物的生活情况 住在太空的水道 整体看来跟体系上差不多 受太空的微重力环境影响 枝叶生长的方向更广 但是因为植物的种子不仅有向重力性 也有向水性 因此根系会向着有土壤 富含水分的方向生长 同时呢 在水道叶边上出现的土水现象 在太空当中更加明显 住在太空中的尼南界生长周期与地球上明显不同 太空尼南界生长的更慢 但是存活时间也更长 陈栋老师还在直播现场向大家展示 如何借助混合现实眼镜 利用科学手套箱与低温存储柜 采集并存储尼南界的样本 多次飞行实验都表明啊 空间环境对植物生长方向和发育过程都有很明显的影响 比如吧 缺乏重力牵引 植物的根 茎叶的生长方向就没有了上下之分 此外呢 开花延迟 土水增多 生长变慢 结实力低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这次的问天实验舱里 科学家们提前挑选了控制开花的关键基因 通过控制这些基因在植树当中的表达量设计了三种不同开花时间的拟难界 分别是提前开花 正常开花和延迟开花 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能够深入认识微重力等环境因子是如何做于植物开花的 后续科学家们还将利用此次在问天实验舱中获得的拟难界和水稻种子在空间环境里再完成两到三楼的种子到种子的实验 进一步研究植物对于长期空间环境的适应性以及遗传机制的稳定性 之前咱们就说过 人类要想真正在太空安家 自给自作可是要全封位实现才可以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不欠的小草 我们在空间生命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人类走向真正空间生活的 一大五 好 这就是本期的荣根老科 我们下期再见